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郑红虾聊频道。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夺命香炉。 阿红这几天一直在做有关动物的影片,频道都快变成动物星球了。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烧香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中,是焚香的过程。香燃烧后产生的香烟,可以到达天庭、地府及自我身心灵。 与神、人、鬼沟通,再得到回应。故此说,九天之上,为道独尊、万法之中,焚香未先。 我们大家也经常细说,运气好的人,是因为上辈子烧了好香,也有很多人因此会抢头香。 在大陆有两座龙头香,都位于非常危险的地方。在七百年间,许多人为了烧香而丧命。 第一座 武当山上 天下第一香龙头香 位在大陆湖北省武当山南沿的天以真庆万寿宫。是当地相当著名的道教圣地。 宫外有一座号称天下第一香的龙头香。建在玄空的雕龙石柱上。两侧就是万丈深渊。 上龙头香的人还必须遵守一个非常繁杂的礼仪。由于龙头香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奇特。 要想上龙头香的话,信徒们必须跪着从龙身上缓慢地爬到龙头处。 然后站立起来点燃香火。上完香之后,并不能立刻回来。而必须以相同的姿势缓缓地向后退。 据说只有这样上的香才是虔诚。才能够打动天地万物的神灵。 如果烧有不慎的话,就很有可能跌落深渊,粉身碎骨。自龙头香建成以来。从悬崖上摔下去的静香者不计其数。 正因如此,龙头香也被很多人称作是夺命香炉。 西元1673年,清康熙12年。川湖不愿总督下令尽烧龙头香。 总督蔡玉荣派人力,尽烧龙头香杯。 难言之下,以牙利垫以此灵神。 不知何时早时未龙兽,致香炉于前。 下灵绝贺,平高俯瞰,神怂鼓励。 焚香者亦失足则生命随允。 此世俗庸,妄人所为,非上帝此会群生之意也。 意思就是说,烧香能够体现一个人内心对神明的敬重。 但与此同时,如果不珍爱自己的生命的话, 无论烧出怎样的香,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庙方已于龙头香前另建一座香炉。 香客可以在平台上安全地敬香, 无需在爬上危险的食粮。 龙头香的附近围起了栅栏。 香炉也被上了锁。 而想要去龙头香上香的游客, 只能在栅栏外远远地观望。 有人问为什么不把它拆了。 龙头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虽然龙头香远远地看起来其貌不扬。 可实际上为了打造出龙头香, 工匠们在巨大的石块上运用多种雕刻手法。 龙头香上面的两条龙更是浑然天成。 拥有极高的美学和观赏价值。 武当山上还有另一件宝物。 镇山宝剑。 这是一把桃木剑。 它被镶嵌在坚硬的石壁中。 这把宝剑已经放了六百多年。 六百年都没腐烂。 据说这把剑是旅动兵留下的。 旁边圆圆的是棋子。 至于是不是真的就无从考察了。 接着我们介绍下一个。 湖南龙头香。 位于湖南省绍阳市的阳山八角寨景区。 该处三面都是悬崖峭壁。 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通往小庙。 因为太险郡。 所以有心烧香的游客一般都是花钱雇人代为烧香。 八角寨龙头香始于元朝。 香客们都洗好在此上香。 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 据说有胆量在龙头上香的人将远离灾难。 有求必应,大富大贵。 在以前有很多香客为了表达前程。 冒着生命危险去烧龙头香。 但烧有不慎,粉身碎骨。 这边有个专门替人烧香的的职业人。 我这边称之为 代客烧香。 至于收费如何? 请看下面影片。 师傅,这个什么都什么价位的? 我告诉你。 好。 这个叫做平安香。 是199。 199。 这个平安发财价399。 399。 这个有求必应699。 这个999。 富贵即将至于满达香。 哦。 随便客人烧。 哦。 你这里就是 爬这个龙头香 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这个。 这是事物传下来的。 事物传下来的。 对对。 大家觉得这收费还可以吗? 为上一炷香而失去生命。 我相信任何神明都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信徒失去生命。 武当山的美景。 云台山的美景。 大家出门在外踏青。 快乐出游。 平安归来。 千万别因为传说而沦陷。 这集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主题?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